Hello 大家好 我是易如 欢迎收听一起看世界podcast 听众朋友好久不见了 我们之前大家都在忙选举 有一阵子没有update了 不过选完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展望一下 台美中在未来的三边关系 未来四年的一个发展 那我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特别来宾 就是我的好朋友 他也是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SIPA国际事务研究院的学弟 宋文迪 文迪他现在也是 骂你的title换太快 我要再看一下 哇 这个高深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中国研究员 OK 文迪你好 易如好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宋文迪 好 文迪最近真的好忙 我跟他约这个podcast 我记得是选前两天 我们在那个哥大的 我们SIPA的一个聚会 对不对 那时候有很多的 就是现在的同学 来台湾官选 然后在那个场合碰到文迪 我们稍微聊了一下这个选举 我就跟文迪讲说 选后一定要来上我们节目 你上了这么多 什么外国媒体的专访 然后还有智库的这个视讯 结果文迪后来跟我说 他真的是太操了 因为选前选后 对不对 一直忙到现在 然后中间还感冒 真的是辛苦你了 谢谢 就是对 能有机会在台湾收到比较多 国际注目的时候 多少做一点自己能做的东西 我觉得是个荣幸 然后当然也很谢谢易如学姐 这么的体谅 然后flexible 所以谢谢你 不会不会 我觉得这个时间刚刚好 因为我们录了podcast 然后很快要过年嘛 那我们的听众就是过年的时候 如果比较有空的话 我们来听一听 然后也来展望一下 未来这个美中台的关系 其实我觉得对我们未来的 这个新一年 大家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想法 跟期待 好那首先我蛮好奇的 文迪你有没有算过 就是从选前选后 你这次大概接受了几家外媒的专访 来分析这个选情 总量应该是蛮难 蛮难估计的 但是选举当天跟前一天 跟隔天加一加 应该外国电视台应该十家以上吧 然后就文字 还有其他文字 有一点其他什么radio之类的 那的确是体验 就是台湾的确非常受到国际的关注 四年前有这样吗 四年前好像还好 我觉得那时候 一来是covid前 二来那时候 台湾可能作为一个国际议题上的闲选 还没有到今天这个程度 所以到现在就是 我记得人家跟我说 駐台的外媒 再加上选举那一周 前后来台湾 外媒应该300人以上都来 所以像那时候 1月10号那天晚上是 台湾外媒 这什么TFCC 台湾外媒駐台协会 办了一个happy hour 就是让所有人聚在一起 就上百人在那边一起 在那边hang out 全世界所有人都来的感觉 盛况空前 对 OK 是 所以你自己观察 为什么台湾今年特别受到外媒的关注 当然国际上 我觉得他们两个方向面 我觉得安全面跟经济面两块 那经济面固然台积电这个议题 包含台湾拜导体 对全球在COVID之后的 所谓什么全球经济供应链的完整性 等等 对于所谓的美中经济脱钩 还是要decouple de-risk等等 这方面 它的重要性在凸显 所以说财经线的记者 可能以前对台湾的关注 没有到那么多了 现在也都跑来了 从外国 那再来当然就是回到 美中奉战略竞争为主轴的年代 这个时候大家意识到 美中之间战略关系上 台湾是特别重要的一个 一个枢纽 一个核心议题 所以政治面的外国记者 也纷纷跑来台湾这边 然后包含我知道像 朋友在金门 就是这一阵子 基本上外媒 从来应接不暇 然后hotel很难订的感觉 因为外媒到老远 飞在台湾一个礼拜之间 一定要想办法去金门 个两三天 录一点在前线的这种影像 对感觉 对对 讲到金门 我们待会儿可以来聊聊 就是我昨天有跟文迪提到说 这两天刚好那个 奥斯卡金像奖公布了入围名单 那有一位台艺美籍导演 叫江长松 他的这个金门 他的英文叫做 Island in between 就是这个记录短片入围 我有去看了 我觉得蛮感动的 因为我自己在83炮战50周年的时候 我也曾经到金门去做了一系列的报道 所以看到导演去观察金门的视角 我也有蛮多感触的 我们待会儿可以来聊一聊这个部分 对 不过问题我蛮好奇的 就是外国媒体 因为有各个不同的地域嘛 包括有美国啊 可能也有欧洲 也有可能有中东 你觉得他们关心的角度会不一样吗 还是其实大部分都是差不多的 他们到底最关心什么 最关心什么 最关心当然是 首先是台湾总统选举 这个是肯定的 那他们在做 包含他们的记者 他派员 在向他们自己电视台或报纸的主管们 去申请这个文章 这个专题要立案的时候 都会去抓一个比较多 但更多的观众们可以去relate 可以去理解的框架 那通常就是放到美中台大框架里面 来讨论说 台湾的总统大选 如果有不同的选举结果出来 那么对美中关系和世界区域稳定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是最常见的一个框架 那如果说有地域性的差别的话 美国他们会更去注重说战略层次的意义 那台湾如果选出候选人A或候选人B 可能对于美国印太战略 他的巩固性会不会有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那如果你是欧洲的话 他们可能更去想说 台湾的选举结果是否会对于中国的外交倾向 和中国对外的政策的部署重点 地域重点会有影响 那这是欧洲他们 欧洲人他们在烦恼 俄罗斯乌克兰问题 在持续进行中 然后也担心说 中国的外交上是不是很努力的去帮俄罗斯 积极度如何等等 所以说他们会觉得说 好像中国如果多一分精神 在亚太印太这一块可能就少一份力气 在跟俄国在欧洲战场那一边 可以放在那边 了解 中东就比较middle 就是比较in the middle一点点 他们会担心说战略议题不是那么担心 他们担心更多就是对经济面的影响多一些 像什么半岛电视台 乃至于说中东 Dubai等等国家都有蛮多 越来越来关注台湾议题 好比说土耳其 他们的国家电视都有派人来台湾采访 所以那有一些网路采访什么伊拉克电视台 阿富汗电视台都慢慢对台湾有兴趣 所以以前我们可能不会想到的地方 其实他们现在也都在关注台湾中 都蛮关注台湾的 OK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切入 就是这个选后的状况 因为这次是赖萧佩当选嘛 那对于美中台的未来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你在选后参加了好几场视讯会议 我看到其实我们在上礼拜播出的 一起看世界电视版 我们也用了你的SoundBuy 就是短短一短啦 因为是在很多的这个视讯当中 我们去整理出来专家的一个讨论 不过我蛮好奇的 就是你参加了这么多场视讯 余会专家大部分的看法是什么 当然我觉得就台湾的角度 大家可能会想到的是说 未来有没有可能有这个冲突啊 那两岸关系会不会比较紧张呢 还是大概跟现在差不多等等的 OK 如果是外国专家 当然他对台湾的内部政治的兴趣有 但是不会对向外部议题那么大 那所以说他们会看选举 一来看选举结果 哪一党赢得总统执政权 那其次是他们的 台湾的立法院多数 有没有换人 有没有换边 那当然结果是民进党持续赢得总统 然后但是失去立法院多数 延伸出来议题他们就会想说 那这样子可能两个层面吧 一个是对中 一个是对美 这两个方面 对美他们就会想说 这个对于后续台美之间的安全层面的合作 有没有影响 举一来讲 如果说美国要提供 他要宣布新一轮的对台的军事军购案好了 那么台湾执政党在失去立法院多数的前提下 军购案的预算还能不能过 然后同样的如果说他行政立法属于两个不同政党主控的情况下 那么在做一些比较具有一些潜在安全面比较深入合作的项目的时候 会不会因为立法院在监督行政权上面非常努力 导致有时候有一些可能能做不一定适合马上说 也许适合十年后或仅又在说议题上 会不会因此有一点点类似见光死的一些问题 那如果有的话呢 会不会两边的合作有一点点稍微放缓 稍微更 cautious 更慢一点点的情况 这是对美 那对北京那一块来讲的话 可能就会去想说 新一任的总统如果是少数总统 又没有立法院多数 那么在跟北京交往的时候 他有没有可能可以取得比较有利的条件 有没有可能说让北京会对下一任的政府和缓一点点 这一点就是你会看到不同的专家有不同的看法 乐观点跟悲观点 我蛮好奇的 你刚刚是说有专家会认为说 因为现在台湾新下一任总统是少数总统 反而比较会有利于北京跟台湾的交往吗 对这边就是说 这个观点还蛮fresh的 OKOK 对这就是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conflicting signal 有一点点就是混淆的一阵一反两个讯息 因为如果你是北京 你在想说怎么跟下一阵的台湾这种互动的时候 你可能可以从选举结果得到两个可能的讯息 一个正面的讯息 对台湾角度正面的讯息就是说 OK 那现在北京虽然不喜欢民营党政府执政 但是民营党政府已经 所谓不顾北京反对 连续打破 他打破八年魔咒 连续第三任执政 就像迈向十二年了吗 对 那会不会因为这样子 北京往正面看 是北京会不会因此觉得说 好吧那我虽然不喜欢你 但是反正我也好像没有办法让你下台 那我是不是应该说在这个时候在互动上 你多一点压力是不是有可能下一次就刚好 get over the hump 刚下一次就刚好足够让促成政党轮替 所以说那种情况下北京的得到讯息可能就说 他应该再更用力去施压 而不是去适当伸出和缓的橄榄枝 两个相反的讯息都有可能 那我觉得专家们就会讨论说 哪一个会是北京得到主要讯息 结果专家们的意见比较倾向哪一个 比较倾向哪个 我觉得大家各种说法都有 但是在对公共领域讲的时候呢 大家都不想要错 那不想要错的倾向一般就是用status quo bias 就是说境况如何 我们就会自然往前延伸 未来大概也是如何 也就是说境况竟然如果相对于悲观 未来还是心想悲观的预测 好像是比较安全不会出错的预测 了解所以我觉得文迪今天提供给我 一个很有趣的视角 我从来没有想过说 其实当评论员也是有这个压力 因为大家会想说 我的预测希望还是能够准确嘛 对不对 所以是真的要有一个projection的时候 当然大家还是会去考量 我是不是要以base在现状 然后下去做推 推测会比较保险一点 对不对 对我觉得这时候也是看到评论员 他们本身的心理承受度 因为有时候 有一句话叫富贵险中求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你是脸皮子薄的 你就觉得说 我就选最安全的选项 这样出错的几率最低 这样就是丢脸的几率最低 这是一种 那就把现状继续悲观的预测下去 到未来 但另外一种是富贵险中求的心理 就想说 我大概可以讲一个发生几率低的 超乐观的预期 发生几率低 所以我预测错了 也没人会记得 但我只要一百次让我中了一次 我就有名了 对 人家一辈记得我 就是只有我 对 OK 所以文迪你是哪一种 你是哪一种评论员 我觉得我好像脸皮还需要再锻炼 这样子 OK好 那我们继续回到你自己的看法好了 你自己觉得未来就是中国大陆比较可能采取哪一条路 因为其实我现在看到蛮多至少在台湾国内的讨论 是会觉得说大家可能要皮绷紧一点了 要心理准备了 因为有可能一连串的制裁在这个520前后有可能会发生 首先我听到比较多的就是经济上就是ECFA的部分 我们先从经济上来讲好了 你觉得这个可能性多大 我觉得经济制裁可能有很高的机率会持续增加 然后但是我认为这可能更多是比较piecemeal 就是比较个别单向的制裁 而不会说整个ECFA框架协议就直接给废除掉 因为我想说如果我是北京 我需要去传递讯号说我对这个选举结果不满意 我对下一任的台湾执政党 要施压 我会怎么做 那我想说如果废掉ECFA整个框架其实废掉 那就只能传这个讯息一次 但如果ECFA上面有几百几千项东西被覆盖在内的话 我一次搞个五个一次搞个十个 这个讯息我可以弄个好几十次 那可能对北京是反而更加进可攻退可守的弹性选项 所以你觉得不太可能就是一刀切一次就把它断掉 而是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还是会有一些折冲的 可能会留一些折冲的空间 是啊 而且你想说他如果废掉之后 因为这个东西的存在 它是有外交层次的 或者对外层次的这个messaging的效果在里面的 所以说他如果一次废掉 下次他要展示一点善意 他就需要花很多的政治成本重新再弄起来 但相对我如果只是一次性的暂时终止个别单向 下次我要北京的角度我要展示我的善意 我就恢复或停止终止迹象 好像台湾就会感受到善意 这样的北京人是对他释出善意成本低很多 弹性也大很多的方式 了解 OK好 这是在经济的部分 另外一个就是在军事行动的部分 其实文婷你最近有看到 这个在台湾讨论度还蛮高的 就是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他们最新公布的一个调查 就是说这个多数的台湾跟美国的学者认为 一个类似像是1995年到1996年 台海飞弹危机 这样子的一个scenario 有可能在今年会发生 然后呢 不过大部分的台美专家都同意说 中国目前应该还不具备这个执行武力侵略台湾的能力 不过呢在未来的五年 他们比较有可能采取的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scenario发生的话 不排除是所谓的隔离 或者是封锁的行动 那文婷你之前应该有看到这个讯息吗 就是CSIS的这个报告 你怎么看 就是你同意吗 我觉得他们报告陈述出来 算是相关领域专家一个共识 那我觉得大发向我也是同意的 那做国防安全的专家们 基本上他们的看法是 中共要使用军事invasion的方式的话呢 目前在他的军事能力上 依然稍微有一些需要加强的地方 特别是 如果是两岸发生战争的话 这是个跨海作战 所以他需要大量可以快速把军力投射 并运输到前线的载具 这一块是目前相对欠缺的地方 这是为什么 我也是为什么大家觉得说 outline invasion 这个直接军事侵略的方式 可能性和成功性都是需要存疑的 在短期的未来内 所以说大家就会想象 下一步有什么选项 下一步选项当然就是接近战争 但实际上不是的其他所谓 灰色地带军事行动 例如说像隔离或者是审查 或者是中文叫封锁 封锁对 对quarantine或者是blockade 这其实大家会考虑的选项没有错 那这个可能性的确存在 但是规模是 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发生 就是这样子的状况 对那这个东西 几个选项吧 我觉得我们来做删去法好了 直接侵略大概是可能性是需要存疑 那再其次有些人会谈到说 可能去攻占领导 攻占领导这一块 我觉得好像也是一个可能 但是对中共角度来讲 不是那么符合它利益的方式 因为攻占领导 它哪来能做什么 这是一个问题 其次是 中共当然希望 国际上对台湾的支持力度 越小越好 那很多国家 他们可能觉得说 如果有中东的 以色列巴斯兰问题要反 有乌克兰 俄罗斯战略要反等等 如果台湾问题 他们可以暂时放在 important but not urgent 的篮子 重要但不是急迫性的篮子 他们也高兴 所以说如果中共 用去侵占领导的方式 那么可能会提高 其他国家的政治压力 不得不增强 对台湾本岛的支持力度 所以这个巡选 好像对中共 也不是那么的理想 那再来下一集就是 隔离跟封锁这一块 可以想象 他可以宣布局部性 有限性的 具可缓冲性的封锁 不要讲封锁 quarantine叫什么 隔离式的行动 他们之前也不是没有说过 他们有的时候说 居士演习 就说某某几个海域 他们要做明火的 投飞弹等等的演习 所以这个海域在某定 某个时间内 各国的船只和飞机 不要进去 那个也算是 有限度的隔离行动 这个可以做 但做这个 他很难去针对 台湾整个本岛做 因为要做的话 一不小心 就会进入所谓的 弱基赛局 也就是说 当他去做隔离行动的时候 他就等于宣布 这一块是他有 长期主权伸张的一块地 那如果美国其他国家 他们说基于航行自由原则 他们要去开船 开飞机等等到那边 去试一下你的这个伸张 你有没有愿意用武力 来back it up 来维护 驱离 驱离啊 或驱赶之类 那这样就有可能会升高 趋势充足的风险嘛 就会出现可能擦枪走火的形状 所以他如果宣布 他如果是无限期的 那么就会出现 刚刚那种情况 两边容易对冲 如果是有限度 有限期短期行为 那之前说实话是有做过的 对对对 对那如果只是做 有限期时间又不很长 对他们可能 实际获得的有限 但是他在外交上的 跟其他国家互动上的资本 在他想要呈现所谓的 可爱可亲可信的 中国国际外交形象的时候 对他是一个 不是振奋的情况 所以短期弄一下 来表达他的不满可以想象 长期经常性做的话 我觉得全本对现在中共 也可能太高 其实我听到另外的说法 是说未来不排除 有可能是更aggressive的方法 像是我们现在看到 中国跟菲律宾之间 就是那个海景之间的 那种冲突 对有没有可能 未来有可能 就是也会用类似 这样的一个手段 然后在台湾海峡这边来实施 对于民用船只可以想象 他可以说这是零星事件 零星事件 那他如果这样实行了 他又说是零星事件 那只要其他的政府 不去积极抗议 他就可以说 以后就巩固下来成为 有国际法效力的潜力 然后下次人家 其他国家 其他政府的船只 被他抓的时候 他就说潜力在潜 我已经答应说 这就是我可以做的事情 现在你来抗议 变成是你们 在rock the boat 你们在迫害现状 那如果他去抓 大家去不抗议 大家去抗议的话 的确就又容易升级 到时候这样 就会算得很乱 所以我觉得 这就看各国的政府 他们怎么样决定 在正一之眼 闭一之眼 跟弱季赛局之间 去平衡吧 好 那面对到未来可能的 这些灰色地带的 这个军事行动 那他又不是 所谓的战争的一个层级 那台湾要怎么样来因应 就是台湾的这个战略定力 还有战略任性 又很重要 对 这一块台湾的方式 我觉得其实 在总统竞选期间 我们从大多数的 主要候选阵营 他们提出的 外交国安政策上 他们的大量趋同性 其实可以感觉到 一些征兆 因为主要的候选人吧 他们谈台湾的 对外政策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那么四敌嘛 就是 Deterrence Diversification Diplomacy and Dialogue 大概就是说 其实对 北京有一句话 有一句俗话叫做 打铁还需自身硬嘛 那大概也是就是 台湾当然 一是要去强化自身的 保卫自我安全能力这一块 那么从大部分的 候选人身上 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 提升台湾的自主安全 和阁阻能力这一块 是所有阵营都同意的这一点 这是第一个 第一叫Defense 或Deterrence 那第二个 第一就是经济上 除了安全面积 还要经济上去走 像说经济上的多元化 Diversification这一块 来减少对单一市场的 过度的依赖性 这样才可以为台湾 在面对经济制裁的时候 经济或者贸易壁垒的时候 多一些回旋空间 避险空间和安全网 那第三就是外交 外交其实就是找 价值观相对接近的各国 去深化你们的互动和合作关系 那还是一样 台湾如果说对比大陆的话 就是人口就是人家六十分之一之类的 所以说你如果纯粹按说 谁比较能砸银蛋 如果银蛋外交 砸不赢的 所以当然需要找 除了物质利益之外 还有主观价值观 系统性的其他的政府 才能够去更加有效发挥台湾 他的价值观方面的优势 那diplomacy最后的第一就是dialogue 其实就是不管是哪一党阵营都说 会去寻求跟北京的对话空间 那差别只是在于说 是在什么样的政治基础上 去寻求对话空间 那那一块想来是滚动性更新的一块 那能滚动能更新多少幅度 就是看执政者他们的智慧 OK 其实我这边有两个回应 我刚刚想到 一个是蔡总统其实 之前在面对就是像是共计绕台 就是情况比较紧张的时候 我记得他有下令说 国军是不能去做那个 开第一枪的人 对不对 就是他有非常坚持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战略定力的展现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想 请教一下文迪 为什么这个很重要 再来第二个 我刚刚听到我也想要有feedback的 就是你刚刚讲到那个邦交国的数目的问题 就是diplomacy的部分 那台湾就是我们 我们是中国大陆人口的那个六十分之一 我们不太可能去杂银蛋 可是问题是如果这个邦交国一直断下去 对于台湾的实施存在的这个证明 就是邦交国就是维持就是国与国之间正式的一个关系 对于中华民国正式存在这个 会不会有影响 我们还要这么的care邦交数吗 还是我们应该focus more 在我们真正去跟其他国家 就像你刚刚讲的理念相近 你价值观上进你的国家去交朋友 OK 对所以先讲邦交那一块 邦交那一块的确 台湾现在剩下12个上下邦交国的样子 对 对台湾 但邦交国存在有一定的价值 对台湾那一块 主要就是说在各种国际的多边场合上 例如说联合国大会 例如说WHO等等 这些地方有邦交国他们会更有动力 积极为台湾去发声 也就是说用更学术一点的词语 就是说keep Taiwan's agenda 把台湾保留在这些场合的议程上 来维持台湾的能见度 那当然近几年我们看到的情况是 因为台湾的重要性明确在上升 所以说即便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 像美国日本等重要国家 也愿意积极把台湾提到 国际多边场合的议程上 对 所以说这一块也是为什么 我觉得可能台湾很多人觉得说 正式邦交国的存续 有固然好 但如果有是以砸大量的因缘外交 为前提为之好 好像不一定那么符合投资效益 我这边我可能就提一点 我觉得之前一个朋友跟我讲的点不错 他说可能至少维持一两个中美洲的邦交国 对台湾可能外交上是一个重要的加分点 怎么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有中美洲的邦交国 那台湾才有办法实行对美国的过境外交 OK 对 然后我会觉得 这个点好像有点意思 因为不然的话要去美国 就变成说需要是有个 有个理由是不是 对 就变成需要为了去美国 去美国 不是说要去中美洲的国家 顺路停一下 这个走两步活动身体 然后补充点食物什么的 所以过境外交算是维持 让中美台湾上面都有一点点台阶下 来战略模糊地带 那如果失去一个中美洲的第三方 可以justify这个的话 可能对台湾外交上的空间又再少一点点 我插个话 讲到这个过境外交 我记得我在2008年 就是马前总统 那时候他还是总统的时候 我有跟过他一次出访 哇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铁人行程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就是真的是 洛杉矶禁 然后住进三处 那我们有去中美洲跟南美洲的好几个国家 现在有几个都已经断交了 但是那时候就是这样走了一趟 结果我记得我们最后回到旧金山的时候 就是大家都真的是累坏了 因为好几个没有睡觉 然后我们就那个外馆对我们蛮好 是带我们去那个旧金山吃龙虾 结果一知道旧金山龙虾很好吃啊 就吃到最后大家就在那个桌上都睡着了 对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马前总统那个时候有去私下办会了一些人 当然这个是媒体不公开 然后我们在那边 literally我们也不能去做任何的采访 因为这是国际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难忘的采访经验 跟文迪还有听众分享 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好我们再来回到第二个 我刚刚提到那个是什么 就是战略定力的部分 就是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蔡总统他一直提到 就是这个台湾绝对不能去开第一枪 这件事情 对因为未来四年这个 这个principle是不是还是要守住 我相信台湾的角度还是会努力守住 这一个不开第一枪的这个大方向 因为对台湾来讲就是 它需要让世界各国政府 包含很懂台湾情况 跟没有那么理解台湾情况的各国政府 让他们觉得说 如果台湾台海发生冲突 那么他们需要思考需不需要支持 汉用什么样的力度支持台湾的时候 让他们明确之后 台湾不是问题制造者 OK 那谈历史谈两边关系等可能很复杂 但是谁是先开枪这一点 是很直接有力 也可以跟各国 不管是官员或者是人民层次 都可以沟通一个点 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台湾就舆论上 国际舆论上会守住 这一个不开第一枪的原则 OK 好 那另外一个就是 最近在媒体上也是广泛报道跟讨论到的是 美国的知名台海问题专家任雪莉 他说他不太担心就是 副总统赖清德 就是我们下一任的这个总统 他会迈向正式台独 因为他受到了许多的制约 不过他比较担心的是说 美国某些人有没有可能会鼓励 甚至是就是有比较 就是可能会希望就是 耐心的去做一些不太符合台湾利益 但是他又没有办法反对的危险事情 就像是之前 蔡总统没有办法拒绝佩洛西访台那样 对 就是我不晓得对于 就是这个认雪莉提出这样子的观点 你觉得就是未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 你觉得下一任的美国总统 或者是说在美国的政界 有没有可能就是会出现这样的一个 dilemma可能是一个难题 因为台湾要来接球 但是我们要怎么去接 然后我们又要去维持双边的平衡 这个就是一个 我觉得这是蛮考验领导人的智慧 OK 对这个问题 当然Shirley她的角度 她的确会去担心 不然Shirley本身好 就很多美国专家 他们会担心说 美国近几年的政治界的氛围 的确有慢慢在往比较 鹰派一点的方向走 特别在对中国政策上 像去年去开会 他们就跟我提个例子 也是美国国会那边的专家 跟我说 他们发现去年 美国整个国会上中 好喜欢中国议题 以前如果说国会开听证会 谈中国议题可能也就是传统的几个什么 国会的外交委员会 Arm Services就是军事委员会 小数两三个委员会开中国议题会就好了 去年最夸张的一天 同一天之内美国国会有十个不同委员会 都在开中国政策听证会 包含什么贸易的相关的委员会 环保委员会 劳工委员会等都喜欢开这个东西 那告诉他们一个讯息就是说 美国现在政治界的确有很多的政治领袖 是喜欢在中国地上用比较高调 公开并直接的方式来证明自己对北京态度 是强硬的 那有时候要去展示这个态度 可能就透过台湾议题上的明确高调的表态 包含反问来间接打这个擦边球 所以如果说有些人会担心说 可能美国政府一些人 或是政治界一些人会去让台湾 冲的比较嗨一点 可能也是 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会这样想 对 那台湾的角度当然是 还是会drive home这个point吧 我觉得就是跟美国沟通说 稳定性是重要的 那稳定性 以美国角度会说 两岸两边任何一边都不要出现 单边性的挑衅性的行动 拜登也说过好几次 博文也说过很多次 那台湾的角度当然也会说 也希望美中双边都不要任何一边 去搞太过激进式的单边主义行动 我觉得这个讯息是会继续投射下去的 然后如果他们需要去 台湾需要去说服美国 那就是说你看之前 讲究要务实并可预测的 外交关系才持久 然后他们希望不止台湾这样做 美国也可以互相帮帮忙 其实因为美国的行政跟国会 还有司法三权分立 其实美国总统他有时候也不太能去干涉 国会那边的这个想法跟做法 其实两个很有名的例子 除了佩洛西访台那次之外 还有就是立前总统受邀到 国会演讲那一次 对康奈尔那次演讲 对康奈尔那次也是这样 就是那个时候 美国总统是柯林顿嘛 他也没有太多的这个智慧的余地 说去告诉国会你应该怎么做 或不应该怎么做 对所以其实有时候这个就是在 美国政治比较微妙的地方啦 OK 所以我们接下来 不过我觉得美国总统是谁 还是蛮重要的 他就是台美中三变关系的一个灵魂人物 那现在是拜登 但是美国今年也要选举了嘛 11月也要选举 那现在就是看起来呢 蛮多人都在看说 川普最近一路势如破竹嘛 包括这个爱荷华州 新罕部下州的选举 他都大赢 党内几乎就是没有人可以跟他挑战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也请文迪来跟我们聊聊 虽然川普现在还有司法官司的问题 但是其实有没有会影响到 他的当选或什么的 很难讲 但是不排除他有可能会重新回国 那在明年假设 就是在今年年底的选举 就未来四年的这个美国总统 是民主党的拜登 或者是假设是川普回来 你觉得对台美中关系 会有很大的不一样面貌吗 肯定是会有影响 毕竟是美国毕竟世界第一强国嘛 当然也是台湾 几乎是最核心的安全互动方面的重要伙伴 所以影响可能是会有影响 那至于说川普或拜登 可能各有长处吧 我觉得拜登当然他的长处是稳定性 那川普更多是他的 他的英文叫uncertainty 中文叫什么 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 不可预测性 是 拜登高举是价值观外交大旗 所以他会很强强调什么 叫价值观相近的政府来增加关系 包含说人类已经搞了两次的年度 全球民主峰会 for example 那一块可能是台湾已经习惯的 而且双边合作也已经连续四年 基本上我觉得拜登政府跟台湾政府 可以想象是有高度密集并频繁的互动关系 也有既有的沟通对话的管道已经确立 包含互动的程序细节等等 然后当然人面两边也熟了 就是那些人对不对 所以如果拜登持续执政 可以想象是两边台湾双边的互动 可以继续hit the ground running 就是说可以在既有基础上 继续的快速的升温 并且加速下去 这是拜登的正面点 那如果川普的正面点 就是说他的不可确定性可能 容易在一些突破既有的框架吧 可能可以这样讲 那包含在印太政 美国印太战略出台 其实是川普年代的事情 他就有一点像是那个 在中国政策一地上开第一枪的那个人 他整个翻转了过去这个美中之间 本来是战略伙伴 到了他整个翻转这个情势 变成了战略竞争对手 类似对这种感觉 那很多时候当然在扭转既有战略轨道上 开第一枪的人总是要有最大的政治定力跟胆识吧 可能可以这样讲 因为开第一枪如果开得顺 那么其他人都一起享受那个正面成果 那如果开得不顺 那么遭发复出成本 就是又开第一枪那个人不成比例的去承受 所以说川普他之前产生的result 就是他是敢开第一枪那个人 那至于这种带来的新意和可能性 对台湾是正面还是负面 可能就是要看台湾这边自己领导人的智慧 我觉得也很重要 OK 好 所以如果是拜登的话 他继续到那当然他是有可预测性 因为台湾过去四年 就是跟这个拜登政府合作也很熟悉了 所以就是应该大概会怎么样走下去 大家都是很熟的 但是如果今天是换了川普重新回来执政 因为他的这个变动性可能比较高 他的不确定性跟不可预测性也比较高 所以就是台湾必须要更灵活 对不对 可以是这样讲 可以这样讲 对 OK 其实有人分析说这个 因为2024是全球大选年 台湾算是开局第一场 然后呢 放在一个美中竞争的大战略大框架下来看 他们觉得这局是美国赢了 你会赞同这样的说法吗 就是赖销配当选代表美国赢了 OK 这个说法可能 我觉得赢家当然是台湾人民是最大赢家嘛 对不对 就是说台湾民主的持续巩固跟深化这一块 那至于说不管是哪一个政党赢 我觉得只要民主的持续深化有完成 我觉得就是重点 那至于说说是有没有其他的政府 从台湾的选举结果中赢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台湾没有必要把自己用这种程度去理解自己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 那当然美国也不一定会希望去这样阐述 不然的话就是北京就会说 你看你去 华盛顿说北京不要干涉台湾内政 那你自己是不是有点干预台湾内政 如果你说台湾某某结果是美国赢而不是谁赢的话 所以我觉得这个论述可能外人讲也许 但是美国跟台湾都不适合用这个论述去 过度积极正面提倡这一点 那之前有一次也是被外媒问到说 台湾的投票率好像这次是71%上下的样子 就没有预期中的那么高 对啊 然后有些人就会外媒就问说 那是不是表示台湾这个人民对民主参与度下滑呀 没有像以前可能75%啊 还是像2000年2004年的时候 80% 82%之类的 那这一方面我也觉得说可能 也不需要用这么非正面的方式去理解这个东西 也可以说台湾的民主 我觉得也在慢慢走向更加的 你可以说成熟化 也可以说更加现实主义化一点点 以前可能更多选举时候 有一种好像就是一个光明与黑暗的二分法 大决战的感觉 然后两边都 而且每次都生死痘这样对不对 对 就是说如果是另外一边当选就惨了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就对啊 又不是名模生死痘 何必讲 又不是搞survivor 对不对 对那我觉得现在如果下滑一点 到可能 high 60或low 70 这种投票率期间 你也可以说是 台湾人慢慢接受说 民主包含政党轮替 包含政府更替 都是很正常台湾人的公共生活的一部分 大家还是会保持相对高度的参与 但不需要每次都觉得说 好像这个台湾存亡在于这张选票之间 好像不要 不一定需要搞得那么严重这样子 不要每次选完都 都觉得自己死了好多脑细胞 就是这个真的太沉重了 对不对 OK 民主其实是可以很开心的 然后是可以用一个比较淡定的角度去看 就是它就是一个表达我们自己民意的一个方式 表达我们意愿的一个方式 OK 好 其实我最后想要跟文迪聊说 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讲到 你讲说很多外媒记者这次来台湾看 选战 那都会去金门 对我们刚刚也提到 我们虽然希望可以用一个比较淡定的方式去看选战 但是因为春世纪都聚焦在台湾 然后就是很多的报道也会让大家觉得台湾真的很重要 对所以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是台湾人的无奈吗 因为我在看到就是这次奥斯卡经常讲这个记录 短片记录入围 就是金门这一部 我真的有上那个纽约时报的网站去看 就是Island in Between 就是这个江松长导演的作品 大概短短的吧 大概也就是20分钟长左右 但是我真的很有感 就是它里面从一开始讲到这个823炮战 本来是最前线很紧张的状态 然后到后来比较和平了 两岸就是频繁交往的时候 它现在变成了一个观光景点 然后就是 但是最近又因为两岸的情势 开始比较紧张情势又开始升温 又开始有那么一点点紧张的气氛 大家甚至会讨论到 有没有可能打起来等等的可能性 那台湾要怎么办 未来何去何从的这种茫然感 那导演在旁边里面就有提到 说他形容说 他觉得实在这种情况 好像是三方监护权 然后小孩好像就是台湾人民这样子 然后就是这个三方都在朝监护权 然后各有各的立场 但是好像没有人真的去care 台湾到底想要什么 这个小朋友到底想要什么的这种 这种感觉 导演没有给出一个答案 没有给出一个结论 但他抛出了这个现状 抛出了这个问题 让我们大家好好去想一想 那我个人会觉得这个入围 其实一方面也是代表 因为奥斯卡经常讲 他其实他都会跟着时事走 就是他也会去关心时事 就是最近大家在讨论什么 那这个社会上或者是全世界 现在关心的热点是什么 这某种程度也反映出 全世界对台湾问题的关心跟重视 所以我觉得回来 我们聊一些比较personal的吧 温定你也是台湾长大的小孩 然后你后来到了澳洲成长念书 然后现在又是做一个 有这么international scope的工作 对 就是跟国际媒体 就是很多或者智库 在讨论台湾的问题 那当然这多多少少 也会有你来自台湾 成长背景的一些观点 你自己怎么看 就是台湾从过去的 比较没有受到关注 到现在这么受到关注 然后甚至变成是夹在 中间的一个 怎么讲 有人会形容他是个棋子 形容是他是个小孩 或者是你会怎么看 对 OK 这一个问题的确是 也是大灾问 我在想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我觉得很多时候 的确会有外国朋友问说 台湾是不是 结在两墙之间的棋子 那到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就会做一个 所谓的positive reframing 就是说正面的这个 重新定义 定义这个问题 对 与其说是棋子 你也可以说 它是一个核心杠杆 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 对 杠杆 或者是一个影响放大器吧 我觉得不管是以美国 或者是北京的角度 都也可以这样来看台湾 它的位置 不管是台湾作为 华人社会里面 现在是最巩固深化的 民主政体 对于美国的价值观外交 肯定是一个重要的 一个案例 那对于北京来讲 当然它在跟处理 区域国家关系的时候 它怎么样去跟台湾互动 态度友善与否 肯定也是其他国家 会看在眼里的 一个潜在的 一个案例 我们英文叫 Canary in the coal mine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 但总是大家会透过 北京怎么对待台湾 来思考说 北京可能会怎么对待 东京 首尔 对待 马尼拉 等等 所以在这一块讲 我觉得台湾的确有 它的洞见观瞻的 正面意义在里面 所以也可以 更加积极正面 看来自己的能动性 自己的正面影响力 哇 韦迪好乐观 我可以分享我的看法 我自己最近 因为转播完选举 然后又看了这么多的报道 我慢慢悟到一个道理 就是 无常两个字 就是它代表的是变化 变化不可确定 我自己的个性是一个 很讨厌不确定性的人 我什么事情 我都要很确定很确定 可是偏偏 就是台湾 是处在一个 ever changing 就是永远有很多的 不确定性跟变动 那我们要 always在这个 不确定性跟变动当中 找出最符合台湾利益的位置 我觉得这个就是 台湾的功课跟挑战 对 所以我们要去 适应这件事情 肯定是 对 台湾这一块 很多时候大家处理 美中产的关系 所以台湾的角度 就是英文叫做 英文叫做 Safely kick the can down the road 就是把这个问题 安全的往后去争取更多时间吧 可能可以这样讲 那既然是往后去争取更多时间 就表示不是现在 马上要一个决定定生死的 永久性解决 那会带来 你可以说流动性 可能性 也可以说带来不确定性 那所以就是台湾社会 可能大家就是精神卫生做好啊 然后就是活得开心一点 好 我觉得就是我们拥抱不确定 我们拥抱改变 对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培养自己的定力 然后我们要乐观 是 唯一不变的就是 世事永远在变 然后接受他 放下他 拥抱他 好 今天很谢谢文迪 我觉得有 我过年的时候 好好来想一想 我觉得今天这个对话 很有收获 对 好 那我们也非常谢谢 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 那如果您对我们这集的节目 有什么feedback 也非常欢迎大家 可以在我们的粉转 还有IG留言 那我们在此也先祝福大家 新年快乐 龙年行大日 那我们一起看世界podcast 又年后见咯 拜拜 拜拜